卢俊义背叛了个冲军三千里,赶奔沙门岛,死中得活呀,这就得说上下打点的力量。 其实说白了,他们就是拿人的生命来回搓球,叫你死就死,叫你活就活。 派了两名借差,一个叫董超,一个叫薛霸,您听这名是不是有点耳熟啊? 这两个人呢,在前套书咱都说过,林冲发配,就是他俩是借差,这俩一个比一个不是东西。 在野株林,他们要陷害林冲,叫花和尚鲁智山给劫了围了,狠狠地教训他俩一顿。 林冲保了病,后来到了梁山。 这俩小的也因为这种事情啊,犯了实质的罪,林冲跑了,他们回到开封府之后,被解雇了,年初开封府。 董超学霸一看这怎么办呢? 后来不甘寂寞,也求人上下打点,运动来运动去,就到了河北大明府。 这事也不怎么巧了,叫梁世杰,就这梁中书听着信儿的。 梁中书也需要人。 听说,董超学霸在宫门多年颇有经验,破格录用,把他俩给留下来,依然是借差。 但这借差是苦差事。 犯人冲军,他们得陪着。 尽管他们不是犯人,也同样遭罪。 平日呢,也没什么油水。 所以这俩小子平时就有怨气,这次巴不得的有了机会了。 一听说,卢俊义发配沙门岛,往返得六千里,就得半年多也回不来。 嘿嘿。 卢俊义如果说家称人职,也行。 现在一贫如洗。 哎呀,这俩小子越想,越生气。 但是上命难为,没有办法,领命之后,领了皮文,回家收拾东西。 刚走的狮子接心,对面来个人,冲他们去抱拳。 二位辛苦了。 董超学霸一看,呵,心爆发护,李顾。 李顾这小子,这些人都闹心透了。 偏偏惦记卢俊义这官司的事。 今儿个听说什么? 卢俊义死罪没了,被发配到沙门岛,哎呦,他是无雷轰顶啊。 心说,哎,怕什么来什么。 只要这种人不死,说不定将来有一天又翻了烧了,对我是最大的威胁。 他睡不好,吃不下呀,因此动了脑筋了。 一打听,董超学霸是借差,他要把这鬼点子打到这二人的身上了。 因此在十字节这等着。 董超和学霸一看是李顾,心里边就明白了,这人多鬼呀。 哎呀,李大爷,你有事儿,请借个地方说话。 好嘞,您随便安排。 找了一座像样的酒楼。 这李顾啊,也走惯这条道了,事先把菜都点好了,让两个人坐下,丰盛的一桌酒宴摆好了,门关上。 李顾这才说,二位辛苦了。 听说这次你们要赶奔沙门岛,借送这卢俊逸。 嘿,甭提多倒霉了,可不是吗? 这懒了这么个苦差事,不去也不行啊,往返六千多里,这半年多也回不来,倒霉啊。 是啊,正因为二位辛苦,所以呢,我料尽微薄之力。 说着话,拿了一包金子往桌上一放,二位看看吧,每位黄金五十两,这是一百两黄金,二位路上用吧。 这李顾真豁出钱了,换句话说,也不是他的钱,那卢俊逸那钱嗨了,拿出这点,九牛一毛。 二位啊,怎么样?这俩小的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多的钱呢,当初也受过贿。 可那钱跟这比起来,差别太多了,两个人心就一蹦,好帅,好帅,好帅。 那,李下于人必有所求,我们是乌工受禄,寝食不安哪。 您打算叫我们干点什么,二位,话说的这步声,咱们就单刀直步。 这卢俊逸要活着,对我不恋,我想借二位之手,把他给干掉。 哎,你们找个什么理由都行,卢俊逸一死,我还有重戒。 你看怎么样,这,反正难点,卢俊逸非比他人呢,既然是李总管信任我们哥俩,那没说的,我们是尽力而为。 多谢多谢,二位啊,可不是尽力而为,是一定要做到,好吧,一定做到。 把钱他们收下了,这学霸还说呢,我李总管,等我们回来之后,有求于你,你别翻脸不认人。 哪能呢,咱都是朋友,一回生两回熟啊,只要我李顾能戳得住,将来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看看我怎么样。 好嘞,有你这句话,我们放心了,李顾打扁完了,他走了,心里踏实多了,心说卢俊逸,在大明府你能保住命,落到他们俩手里头,你保不住命。 到了荒角野外,不管走到什么地方,他俩稍微动狠动狠,你的命还保得住吗? 他一百个放心,咱不说,单说这俩借差,回家收拾完了,第二天起了个早,提着卢俊逸起了身了。 这卢俊逸,勉强支撑着走路,两条腿就那夹棍夹的,现在棍伤还没好,一缺一点啊,这夹子倒不太沉,实心重。 脖子上有铁锁,董钞在前,血霸在后,挟背着包袱,每人手里一条水火无情棍,腰里都挂着弯刀。 等离开大明府了,奔沙门倒走,是奔南边下去,走出一天来四十里,卢俊逸实在走不动了。 二位啊,我磅伤未愈,能否休息两日? 啊,呸!你怎么想说了?你走不了,我们还走不了呢? 呸!我们哥俩倒霉,领了你这么个差事,你一瘸一拐的,哪辈子到沙门岛啊? 你一发配,也想叫我们哥俩也发配啊? 没门! 我告诉你啊,今天头一天就算了,你儿个加快速度,不走八十里,咱不准歇着,落到后娘手呢,怎么讲礼,怎么哀求,不好使坏。 住在殿房里头,第二天起早又走,说走八十里,卢俊逸走不了啊。 走着走着,双腿疼痛难忍,就得蹲起,一蹲起,这后背啪啪,就得挨几棍子。 你耍什么死狗,撒起来! 人要落到这个地步,就不是人,是龙你得盘着,是虎你得握着。 这就应了那句话,人在矮颜下,怎敢不低头啊? 那卢俊逸什么身份,落到这俩小子的手里头,受尽了折磨呀。 到第三天头上,离这大明府也比较远了,这俩小子又使出原来的鬼脸子来了。 他俩烫完脚之后,弄了盆滚烫的水,叫卢俊逸洗脚,卢俊逸还纳闷呢? 这俩人心怎么这么好,还惦记我洗脚的事儿,等把双足一插在这水里头,啊! 开水呀,又把卢俊逸给腾开。 等俩脚再出来之后,全是撩泡,本来腿上就有伤,脚再这样怎么个走路? 他们就是往死里头折磨卢俊逸。 到了第二天,董超这小子,从行李卷里头,拽出一双新麻鞋来。 我原位,来来来来,给你换双新鞋。 麻鞋拿麻鞭的,那帮他拉脚。 你看,那麻要是磨倒了,磨平了,穿着叔叔,新麻鞋都带刺儿了。 卢俊逸的脚什么样呢? 全是伤,全是水泡。 那边拿新鞋这么一撸,能疼死。 把你这卢俊逸给穿上了,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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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今儿个步走一百里,地步行。 走几步挨一棒子,走几步挨一棒子,卢俊逸心里说话, 天哪,我是万无生理了。 我肯定得死到他俩的棒下呀。 卢俊逸心里翻个儿,咱不必续说。 走出三十五里来,董超和薛霸一和解, 行了,别走了。 这三四天就够巧的了。 你看这一地儿叫野人岗, 土岗子不大,树木交杂呀。 这一地儿荒无人烟啊。 就把卢俊逸在这儿干掉了, 回去就说, 我们遇上狼了, 让狼给掏了, 我们死中得活。 像他这种案子, 无人问津, 谁能问的,死了就死了呗。 这两个人打定主意, 进了野人岗子。 一开始他们也脾心吊胆, 恐怕遇上野兽。 走了十几里一看, 没事儿, 眼前一片树林, 跟当年的野猪林相差无几。 进了树林之后, 让卢俊逸靠着一棵树坐下来, 歇歇吧,歇歇吧。 你看你这个笨, 你怎么走道这么费劲? 二位啊, 我双脚疼痛, 难以行路, 我们还疼呢。 哎呦, 可也真别说呦, 脚上都化能了, 哎, 好啊, 真叫我们心疼, 那就坐这儿多歇一会儿吧, 多歇二倍。 卢俊逸往树上一靠, 浑浑沉沉去, 天旋地转, 就觉着浑身发烧。 这俩小子从口袋里伸手拽出一根绳子, 这根绳子长下有三丈, 一人抓住一头, 嘿嘿嘿嘿, 一转个, 把卢俊逸捆到树上。 卢俊逸就问, 二位, 这是何故? 何故啊, 怕你跑了, 我们哥俩累了, 咋能睡一觉, 哎, 你跑了, 怎么办? 卢俊逸也没工夫跟他们斗口了, 你们爱怎么地怎么地吧, 反正交给你们了。 捆完了之后, 这俩小子又盘算了一会儿, 觉得下手的机会到了。 两个人拿着水火, 无情棍就过来了。 哎, 我如远了呀, 要说起来呢, 咱们远日无冤, 近日无仇, 谁也没把谁家孩子扔井里去, 对不对呢? 你不欠我们的, 我们也不欠你的。 但是有一样, 你别忘了, 红粉加人面, 彩白动人心, 这钱这么好使用, 今儿个叫你死个名呗, 本来我们无心家害于你, 是你家原来那个总管李固, 花上钱了, 每个人给我们黄金五十两, 我们心里清清楚楚的, 那钱是他的吗? 就是你积攒的。 你说你这有钱不花, 给他们攒着干嘛, 反过头来还陷害你。 可是我们没办法呀, 就得给人家办事, 所以呢, 要结果你的性命, 这叫时也, 运也, 命也, 你看你现在多惨, 你活着也没多大的意思, 反正前半辈子你也享受过了, 现在喀巴一死, 你想了福了, 我们哥俩呢, 也省着遭罪了, 你说是也不是, 咱们来个痛快, 你把眼一闭, 把这一棒子打个万朵桃花开, 咱们彼此省事, 听懂了没有? 哎呀, 二位呀, 我卢俊逸, 渊臣海比呀, 二位高台贵手才是, 嘿, 你啰嗦什么呢? 跟我们说这些没有用你就闭眼吧, 哎, 俩人拼命的把棍子高高举起, 卢俊逸一闭眼, 死了, 反正活着也是遭罪, 哎, 就在这么个时候, 就听见董超学霸, 一前一后惨叫了两声, 啊, 啊, 嗯? 卢俊逸就一愣, 他俩叫什么呢? 赶紧把眼睛睁开, 一看, 董超学霸仰面躺在地上, 正在刨大腿呢,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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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手挠脚抛啊, 满地都是鲜血, 再一看, 面前站定一人, 杀气腾腾, 手里拿着一把牛耳尖刀, 谁啊 正是浪子 燕青燕小乙 您说跟做梦差不多少 这燕青 把他们捅翻在地之后 把刀子扔了 来到卢军义进前 老爷 您可受了苦了 我再要不下毒手 也安有您的命在 说着把伤给解开 哎呦 两个人是抱头痛哭 这卢军义的心里热乎乎的 心说这人真不一样 我救了两人 一个李顾 一个燕青 你看这燕青什么样 李顾又是什么样 内心的感激 无法形容 燕青 这些日子你到哪里去了 我到处流浪 居无定所 但是我一直打听原委爷的信息 您的所遭所欲 十之八九 我心里都有数 您被刺配 您离开大明府 我就在后头跟踪 只是因为不方便下手 因此没救您 今天我一看这俩小子要行凶撒野 鼻不在意 他下得狠手 该 否就应该 再一看 董超学霸 奇俏流血 死了 燕青那刀子是窄妙的 那一下捅个透堂 他俩还活得了吗 燕青把卢俊义给救了 卢俊义走不了了 燕青说 老爷 现在没别的办法 咱们是死逼凉山了 我背您上凉山 您听 咱也得去 不听也得去 唯有到凉山 才能保住原委爷的性命 跟我走吧 卢俊义一想 也只有这条路了 趴在燕青的背上 燕青背着他 离开树林 往前走 一口气跑出来 这能有十几里地 燕青就背不动了 那这个大活人一百多斤呢 哎呀 其说找个地方先休息休息吧 卢俊义一直昏昏沉沉 燕青去琢磨 元王爷的伤太重了 得找个地方 最好请个先生给他治一治 不就命保不住了 就这么办 这燕青一咬牙 又坚持着把卢俊义背出去 屋里面 累得通神是汗 一看眼前 真有几户人家 再一咬牙 到了这个小屯子进前 哎 怎么那么巧 把这葱口 就一所小电房 燕青心里高兴 进了电了 您想就这地方能有几个客人 掌柜的趴到柜台上正打盹呢 燕青进来了 掌柜的被惊醒 来客官 一瞅这客官满头大汗 还背着一个人 这人穿这衣服不同寻常 这不是罪犯吗 也没敢问 客官呢 给我找个房间 最好干净宽大一些的 摇摇里边行 燕青把卢俊逸 背到后院 一看这屋还真行 轻轻地把卢原本给放下 拿被子给盖上 转回身就问 我说 掌柜的 你们这个本村 有郎中没有 有啊 姓王的郎中 叫神守王 内外两棵都能治 凡老你辛苦一趟 能不能给我请来 我们这有一个病人 伤势严重 好嘞好嘞 你先歇着 我去请人去 这位就走了 可左等 这掌柜的也不回来 右等 也不回来 燕青有点话魂啊 心说这个人心难测呀 怎么这小子 这么长时间没回来 他想干什么 不行 我得出去看看 燕青多了个新鸟 让卢军一个人在这歇着 他出去了 天已经快黑了 东朝朝街上没人 西看看街上也没人 嗯 他正站在这门口 心里瞎启扬的 可了不得了 就见从这村子口外头 一群黑羊 有人还举着火把 快快快 就在前面 走走走 这伙人就不同寻常 燕青一闪身 躲到胡同口这 扒着胡同口仔细观看 在头前就那掌柜的 后边都是宫门中人 宫门中人 就是当差子 大概有十五六号 各拿着刀枪棍棒 后子还跟着几个老百姓 啊 燕青一看 明白了 怪不得这掌柜的出去 那么长时间 他到官府给告发了 把官差给引来了 这带猪啊 是好 他正着急的时候 这帮人呼噜 进了电帮 说这事就得怪燕青 年轻人 在着急 在仓处 没来得及详细考虑 你想 那俩借差就死了 也没处理 然后他背着卢俊逸就跑了 卢俊逸的衣服都没换 能跑得了吗 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怀疑吗 自己啊 就把自己抖了出去了 所以说 那掌柜的一看 就害了怕了 他知道 现在话影图形 严拿响马和强盗 官府三令无身 加强戒位 知情不举 我的命都保不住 他就跑到寻检司 去告了命 给你